直到看见中国网红在日本街头首撕鬼子 我才发觉什么叫血脉压制 坐拥百万粉丝的美式博主由头 无意间在新宿街头一家居酒屋门口 发现了带有针对中国人标语的黑板 上面大致意思为本店所有产品都来自福岛 全都是辐射产品 中国人不吃就别进 本就反对和污水排放的由头看得红 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报警 然后拿出诸葛孔明大战司马老贼的气势 站在居酒屋门口一顿输出 原本还想获心理了事的小日子警察 背怼的不停假笑成诺惠和老板交手 而老板眼看赌不过 只能顶着一头白色吹风机出来 抱着黑板灰溜溜躲 眼神里全是不服 但就是不敢回枪一句 就连路过的老婆大爷都看不下去 斥责这种做法就是在针对中国人 自己是律师 如果由头有需要一定会帮他起 单枪匹马单条本子大获全胜 这一场面简直堪称年度最佳爽聚 而由头作为一个生活在日本的美式博主 自和污水排放事件发酵后 硬是转型成了战地记者 当日本群众集体罢工反对排放和污水的那一刻 我才发觉清醒的人有多痛苦 中老年群体每天都会上街游行 要求政府停止污染海洋 代表人发言一针见血 与其激动地指责日本海鲜出口受阻 完全是自食恶果 毕竟中国在很久以前就警告过 不要把河污水排海 甚至还不计前嫌提出了多种合理解决方式 女议员搬出历史讽刺日本政府 即便戴着口罩说话也气势不减 福岛县农业代表人发言时忍不住痛 放话和污水无害完全是假话 日本政府让全福岛人民都过得苦不堪言 消费者现在逛超市 最先排除的就是福岛产地瓜果蔬菜 即便低价甩卖也无人问津 立宪民主党议员用最温柔的语气 说着最戳日本政府的扎心话 从在日网红由头发布的视频可以看出 日本民间集体反对的呼声越来越高 如果一个国家不愿意倾听群众的声音 爆发矛盾也只是时间问题